接下来就是直接再增加按钮 按钮指定就是更新资料 更新资料 最好是你们用录制的 因为录过之后你才知道有哪一些 我是有多加了或者删掉什么 比如说清除旧资料 清除旧资料这个Sales 指的就是所有的 储存格 也就是现在这个工作表里面所有储存格 把它Clear掉 然后 Clear Table 其实就这一行 这个地方这一行 这一行将来如果说你要换网址的话就把这个换掉 最后放在A1 但如果说将来如果你下载之后的那个Table 不是放A1的话 你也可以放在别的 像那个 在那个其他补充范例里面有一个抓外汇的 那个外汇是 有两个Table 网页上有两个Table我要抓下来 所以会先抓第1个 再抓第2个 那第1个的位置跟第2个位置不同 那你就可以 藉由什么 这个位置 他抓下来放在哪里 去做变更 OK 那其他NAM 这些 这些参数的话 其实有一些不重要的 你甚至可以把它删掉 不过你也不知道哪一些要哪一些不要 你就把它留下来好了 那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里面哪一些是可以不要的 其实有一些是可以不要的 好 那再来的话删掉哪一列 这个Rose 一定要加S Colens 然后再来 这个我想 前面都讲过了 就是 游标最后再停在A1 那做完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按部就班 这个设一个中断点 然后 然后我就点一下 OK 第1个的话 我们先确定一下 他有没有clear 有没有clear掉 第2个他去连结 这个时候还没连结 他只是先把相关的设定设定好 然后最后的话 是refresh 这个这一行 他去把它重新再抓 但是会多 就是前上面两列 所以这两列删掉 然后第1栏不要 自动调整栏宽 再来 游标放在A1 好完成 结束了 所以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非常方便 也就是说 你将来如果说 你有客户端 有使用者端 由你这边去更新资料的话 那你就给他一个以色有档 这个以色有档里面就是你已经写好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就给他 以后呢 你就叫他说 你按下更新 他就自动更新了 但是如果你担心说 他会忘记更新的话 那你可以 把它写在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 开起来 应该记得吧 第一个先把这个 这个名称先 复制一下 感受 是 是